林峰的太太張興月日前被網民踢爆 疑似穿了山寨版的Supreme Tea 其實有不少藝人疑似有用腦翻貨 當中更有人被海關塗上門 內地女星唐燕在2015年 上海國際電影節開幕典禮上 穿了一條藍色的雪紡禮服 正版的裙明顯與唐燕身上的那條有差別 事後唐燕工作室在微博發表聲明 承認衣服是假的 鄧志偉也被圈外人K小姐爆料 說常常在北京秀水街買高仿名牌 陳惠霖在1999年出席活動時 用了一個假的LV斜背袋 後來被LV公關 當面質疑是A貨 陳惠霖解釋是朋友送給她的媽媽 據知LV沒有追究之餘 也送了一個真的LV袋給她 鍾因和前夫賴榮國 早前在社交網站貼出戴著LV印花的口罩 後來她也默認是自己做 Lady Gaga2012年在香港開演唱會時 在Twitter留言說在香港買到翻版手袋 海關就即時採取行動 派人上酒店房找她問話 par 排名 很 審